然後就打給某一個理者 我說ㄟ 理長 我晚安啦 他說 喔 晚安喔 我看電視啊 這些新聞喔 都亂講啦 最近什麼確診 喔 你晚安啊嗎 我就很不好意思啊 我就說 不好意思啊 理長 理長輩喔 我今天確診 真的假的啊 隔離的時候還有這個質詢啊 真的假的啊 所以你用網路質詢幾次 好多次喔 我不只質詢 我還有參與法案的審查 真的假的 真的 我可以參加記者會喔 看到沒 我還跟 等一下 很無口號是不是 其實很方便 我的症狀其實還好 前三天很不舒服 雖然說我在直播跟大家講 其實是像感冒 但前三天 一個我頭很脹 昏昏的 頭暈還是頭痛 他也不到頭痛 但是又脹脹的 悶悶的 然後肌肉有點痠痛 第二個我會一直鼻塞跟流鼻水 一下這個鼻孔 然後一下這個鼻孔 就很不舒服 晚上睡不好 然後第三個沒有喉嚨痛 但是我會喉嚨很緊 那我他也是在第三天 他快篩養的 所以就是那天晚上你回家的時候嘛 對不對 他拿快篩給你 然後你又跟他講 真的假的 我兩條線的時候 婚姻有因此而產生裂痕嗎 我們在這時 緊密的相處 就打給某一個理事 我說 ㄟ 女長 我晚安啦 他說 喔 晚安喔 我看電視啊 這個新聞 我都亂講啦 最近什麼確診 喔 你晚安啊嗎 我就很不好意思啊 我就說 抱歉 女長 YouTuber 我今天確診 阿沒有 你確診喔 電話就掛掉了 這段期間 我就大量的喝水 因為有很多朋友 給我一些經驗的分享 他們也確診 然後那時候 他們就是有喝很多水 喝熱湯 補充維他命C 反正朋友給我什麼建議 我就都很聽話 他過來人 都接受